店內擺滿帳本收出大筆現金 南投這間小吃店提供換匯服務 半年換對金額高達1.3億元 警方集結攻堅 台北這處據點犯罪集團租下 從事地下會對這類行為涉及不法 大多被利偷偷來 但社群平台上現在卻出現外幣兌換社團 臉書打上關鍵字 換幣社團滑不完 日元、美金、人民幣通通能換到 民眾出國玩多少有換錢需求 要是網路相約私下交易 不是透過銀行難道沒問題 私下換外幣 比起銀行公告牌價又更好匯率 又能省下手續費 只是銀行局提醒 非銀行單位不能進行匯兌 破除匯兌遜集者就可能觸罰 疫情皆輕重最終面臨銀行法的十年刑期 得賓客最高兩億元罰金 你如果只是親友之間朋友之間小兒的兌換或許不至於到違反銀行法 它的對象如果已經是不特定人或者多數人的話就有可能構成 這類兌換只對賣方處罰 但銀行局表示買到的外幣假鈔風險高 來源也是隱憂 雖然用等值的錢能換到更多外幣 不過一時貪小便宜可能淪為洗錢幫兇 可就因小失大得不償失 原始新聞綜合報導